1、2、3 保護保安寧,拒絕違法開發 好,我們的記者會正式開始 那現在呢,我們就邀請 邀請那個劉國榮立委呢 他也立定現場了,來幫我們講幾句話 我不是立委 我現在還在立法院幫忙我們黨團的事情 其實陳老師跟我們蔡執行長跟所有的老師們 跟學員們跟律師 其實我本身也是教師 我剛剛看到這條路,其實心在糖學 因為我們都知道一條速度 把它寫個30、30 你認為我們的摩托車也好,汽車也好,有可能30 這是一個啦 然後第二個 既然是要解說生態 那我們剛剛也有寫著說 政府已經花了3.8億去造了3.9公里的事情 的馬路,以後如果要變成我們要恢復6米的話 我們要那些錢是不是又浪費一次 跟各位報告,這個不叫浪費 這個真正做下去 才會破壞我們的生態 真的我們這條馬路他這樣做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封路 做成我們的步道區 那如果去做 我們再做城鄉風貌 我相信我們協會也有這個人力 把它真正做成一個生態解說的道路 對不對 所以說並不是建設了以後 我們一定要如何去使用 我們不是漁民 我就一個建築士而言 看到這個真的感覺 這種馬路每一個人開 如果沒有超過80可能也有90 沒有80也會有90 因為太直了 至少這一段會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會產生我們至少 居民在這邊附近居住 也是一個浩劫 因為這裡不可能有任何的 一個交通安全設施 不大可能 那小孩子如果感覺平常沒有車子 最危險的就在平常沒有車子 偶爾來了一部80公里的車速的汽車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去抗爭 我們去提告 最重要的是在於我們要讓他永遠不得通車 可以通人不得通車 這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他如果去運作 希望他自掏標包 讓我們來做成真正的步道區 那我在立法院那邊 我也會來真正的會提出 為市政府的不公不義 跟市政府的不當處置 我們來真正的要求他限期改善 也祝大家所有的事務們 大家努力好不好 好 對 謝謝 謝謝